台风在过去一段时间一度停止前进 也就是说在原地打转 通常台风在原地打转有两个现象 一个就是转向 一个就是增强 目前台风的势力正在增强之中 虽然是一个轻度台风 但是它已经逐渐增强到轻度台风的上限 因为我们在南雨已经出现了13级的阵风 南雨离台风现在还很远 因为台风现在距离台湾俄乱比含有440公里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离我们含有440公里 但是南雨的阵风已经高达13级 表示这个台风的外围的风 不一定比内面的风还要来得低 所以外围风就很强 所以北部地区早上就陆陆续续出现了比较强的风 当强风过山的时候 那么在北部就容易引发一些所谓的焚风效应 所以新竹就出现了比较高的温度 那么台北也出现了短暂的阵雨 这就是台风前的一些征兆 不过这个台风未来怎么走 我们按照中央气象局的预报 台风的预报 明天大概在这个位置 或者再过来一点 或者再往北一点点 这个位置都有所偏差 出路或不出路 它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大 我给各位看一张图 这张图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图 我们看一看 现在引导这个台风往前走的是 是在东边的这个太平洋高压 我们在这里有个太平洋高压 这一个太平洋高压 当这两个太平洋高压 联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这个台风就只有 往这一个方向走的几率 目前这个台风正好是在 这两个高压的中间 所以它在这里停留了一下 停留的时候 当然它就会增强 过去一段时间 以每小时15公里再往前进 未来一段时间 当它一旦开始移动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增加到19公里 就快速地通过台湾附近 那么最明显 最影响最大的时间 应该是明天一早 到明天晚上这段时间 当然首先首当其冲的影响 就是东部的地区 我们再看一下 各国对这个台风的预报 现在大家的看法一致 都是比较偏南一点 或者偏离台湾 比较不会触入到台湾 但是这个台风 我刚才讲了 在它的高压涵盖之下 它稍微往北偏一点 还是往西走的情况之下 就会接触到台湾陆地 这样对台湾来讲 对南部来讲 当然带来的雨势就比较大一点 另外它会在这个区域带来的雨 比较多一点 主要是吹东南风的关系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台风的结构 是非常奇特的 它的台风中心 不是在这个 不是在这个云多的地方 而是在云少的地方 所以通常在一个台风 刚刚出新城的时候 它的台风眼 不是在云层最多的地方 而是在云层最少的地方 它逐渐往西移动 所以移动的速度 现在是比较慢的 未来会快一点 我们看到外围有一些云层 这些云层只要到达台湾 台湾就会下雨 云层到哪里哪里下雨 通常会在北部有一些雨 在东部会有一些雨 今天和明天 这些雨都下在东部地区 当台风过来以后 东部地区会下雨 南部地区也一样会下雨 这个台风假设离台湾近一点的话 那么对台湾的东南部 这个地区的风就会强点 带来的雨 当然以恒春这个地区 以及台东这个地区的雨势是最多 因为台风是往这边走 过了以后 它吹一些西南风上来 就让屏东地区的雨势 变得比较大一点 我们看一下 我们提供您的一些其他的资讯 在雷达回播上 我们明天看到有一些比较绿色的云层 断断续续地到达台北 所以台北今天早上下了一些雨 还有一些正在下雨 当这些风过的时候 会在新竹地区出现焚风的现象 目前台风离我们还远 在这张图上我们还看不到 它还在124度左右 所以在这个地区 我们北部的雨是断断续续 到今天露夜以后 这些云层就会到达北部 东部地区 都会陆续下去大雨来 当然最大的雨 是下在明天上午到明天晚上 这段时间 以上气象 谢谢您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天下午